白男子带头砸摊 后方还有五六个人帮忙叫嚣助阵 他们砸的就是这一摊凤梨虾球 炸好的面衣食材统统掉一地 老板眼看摊子被砸 货架东倒西歪 站在摊子前实在无奈 但事出必有因 原来是因为消费纠纷 很生很生很生 因为我们吃过这么贵 蓝带虾球 当天吴小姐同样向摊箱 买来凤梨虾球 这样小小一盒 里头占满的全是面衣 当时她一口气买了两份要给小孩吃 结账才知道竟然要价600元 太离谱了 因为它那个虾仁 我们回去本来以为是那种 一整条的虾子 结果它薄干是一个虾仁 那炒饭的虾仁再大一点 就会觉得太离谱了 的确外表看起来 蓬松面衣还有美乃滋 只是掰开看竟然是空包蛋 一整盒只有四只小小虾仁 比较一下虾仁和外桃酥脆面衣 实在不成比例 大小差了十几倍 从小份200卖到大份450 平均一颗75块 等于一个便当 认为四颗300块 跟市面上他认为说 是贵了一点 所以他认为那心生不满这样 警方调查 这名摊商住在桃园 平常跑遍各大夜市 不少民众买贵了 敢怒不敢言 这回踢到铁板 有顾客气到砸点 警方事后将两方带回 目前双方占不提高 记者陈梦辉 SNJ小组彰化报道 那条罗主尔